土豪想到之前给老妈买他心目中的车子时 老妈感动的T类横流 这次他决定再次给老妈一个惊喜 送他一辆喜爱已久的车子 土豪认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就是给老妈买了一辆汽车 他很高兴自己能给老妈这样的惊喜 虽然他并不会开车 但这不妨碍土豪和这辆车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现在他决定升级一下自己的惊喜 想到老妈这么长时间以来 都支持自己做每一件事情 也给了他很多支持 所以土豪特别感激自己的老妈 现在他决定给老妈一个特别大的惊喜 土豪来餐厅找到老爸 老爸告诉土豪他从老妈那里探厅过来的消息 老爸得知土豪的计划后就带领老妈去看车 经过一段时间的查看 老爸发现老妈很喜欢捷豹的一款车型 土豪和老爸计划再次带老妈去买车 但是在付款的那一刻才告诉老妈真相 告诉老妈自己已经付款了 期待老妈接下来的反应 又过了一个小时后 土豪找到老爸和老妈 老妈正在高兴的和老爸说话 看到土豪近来依旧很兴奋 老妈高兴的告诉土豪自己要去买车 就连脚趾甲看起来也是那样和合拍 抽完还很好奇土豪为什么要拍视频 土豪欺骗老妈是要记录这一时刻 老妈信以为真 激动和配合着土豪 土豪询问老妈为什么要买车 老妈告诉土豪自己想要这辆车已经久了 而且也想要改变 并且告诉土豪自己还去试驾了 今天已经约了4S店去签约 说完老妈就赶紧看时间 老妈兴奋的像个孩子一样 临出门前还在系数自己要准备的东西 土豪很是兴奋 和老妈一起去4S店 这一路上老妈高兴的都合不拢嘴 这迫不及地的表情 惹得土豪也很是兴奋 你的姓是加星座的第一个字 再加你的属相 就是你前世的名字 我前世叫舒魔兔 我倒要看看谁比我奇葩 很快一家人来到4S店里 老妈还在不舍地和旧车告别 老爸无语地赶紧拉着老妈离开 来到店里 老妈就带领土豪去看自己梦寐以求的车子 只见车子还被红色的车衣包裹 老爸和老妈高兴地把车衣拉下来 高兴地看着这辆红色的车子 表示比之前自己看到的还要漂亮 说着老妈要上车试驾 坐进去都高兴地说不出话来 土豪看到老妈这样子赶紧打断老妈 表示自己要好好给老妈和车子拍张照片 土豪趁老爸和老妈在新车旁忙碌 土豪悄悄地来到旧车前 他开始准备接下来的惊喜 土豪找到老妈 还没开口自己就激动得语无伦次 老妈很是高兴 土豪和老妈坦白 表示很感谢老妈对自己的支持 所以想要送老妈一辆车 老妈听完之后虽然很高兴 但是也拒绝了 表示自己已经有了这辆车 老妈很快就要去付款 土豪赶紧和老妈表示 他之前已经给老妈买下了 老妈听到后有些不敢置信 不明白土豪的意思 老妈询问老爸是否知道这个消息 老爸只好坦白 听到这里后老妈才有些相信 从车上下来后一把抱住土豪 老妈感动地哭了起来 说完又给了土豪一个拥抱 老妈的情绪一度失控 只会表示感谢 老妈兴奋地表示 现在就想去麦当劳免下车餐厅点餐 却迎来老爸的鄙视 但是老妈现在已经高兴惨了 直接无视老爸 说着还认为自己需要添置一个新包来配新车 买车庆祝当然少不了麦当劳 土豪一家开车来到麦当劳 老妈大方地表示自己要请土豪吃饭 给土豪点了最喜欢的巨无霸汉堡 回到家后 一家人坐在车子里高兴地庆祝 老妈祈求土豪接下来的挑战 千万不要对自己的行车下手 不要钉字 扶字 锤字 甚至各种恶心的食物都不要有 结果却被土豪拒绝 看着老妈收到梦寐以求的车子 小编不住感叹 这样的惊喜咱也想要啊 想看土豪一家还会发起怎样有意思的挑战吗 关注我 下期见